像我们这样是从手的这个种种 公寓散其事 必先立其器 波勒邦新北联邑台湾老旧医疗设备 三种迁徙扶轮社 特别结合多个扶轮社团 共同捐赠一台要价180多万元的 膝带型彩色超音波 希望提供急诊民众最好的医疗服务 我们当初在做这个案子呢 是因为我们有来考察到 我们三重在地化的居民们的健康问题 然后医院有跟我们讲说 设备比较旧的 那我们希望说利用全球奖助金这一块 来造福我们三重在地人的整个健康 然后他们刚好有需求到 需要一个急诊室的一个 比较好的超音波 比较高级的超音波 所以我们才会用全球奖助金这一块的 金额来采购这一台 新北联邑院长向正川指出 这台产色超音波不但解析度高 还有多种超音波探头 可以精确诊断出多项器官 包括心脏肺脏腹腔腔器官 皮肤等等的病灶 让许多疾病无所遁形 这超音波在急诊的诊疗上面 当然会提升很多的 立即性的品质 因为不管是 今来的急重症急性腹痛 等等都透过这台机器 可以得到一个快速而正确的诊疗 我相信对提升我们的 这一区的急诊的能量的品质 会有很大的注意 所以也特别感谢这些福人社的社友们 国际福人390地区各社团 希望这次捐赠 能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吸引更多公益团体 极有能力的人 投入社会慈善工作 让社会每个需要的角落 都能获得最及时的帮助 记者 伦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